大家早上平安 人都希望自己是刚强的 但神不要我们的刚强 祂乃要成为我们的力量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当然神也希望我们成为刚强的人 但是神所谓的刚强 往往和我们以为的是相对的 我们常常是按着世界给予我们的力量 尽力显明自己手中所做的能尽善尽命 然而神所谓的刚强 却是要我们按着神所赐的力量 使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 尽都显出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是要显明祂的权柄 祂至高的恩典 以及祂拯救的作为了 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说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都是祂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各位 我们今日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 为了叫神的刚强 护必在我们身上 好叫神得草荣耀 我们是非常需要向神寻求力量的 那要怎么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呢? 首先 我们要明白 因为人的罪性 我们不能享受神的力量 无法成为刚强和有信心的人 尤其是当我们被困在软弱和不理想的情况里时 这就好像从前当以色列民走进红海时 他们看到后面法老的追兵 心里就十分担忧与恐慌 那时他们所能想到的 都是那些最糟糕的情况 不是被杀 就是被淹死 后来 当神领以色列民到旷野时 他们也因为吃不饱而埋怨摩西说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各位 我们曾几何时也像他们一样 被现实的危机和试探所困住 比如 当你看到自己所爱的亲人 一直处在糟糕的观景里 不能信神 看到孩子怎么都教不好 看到服侍越来越没果效 施工越发进入瓶颈 看到自己口袋的钱越来越少 或是看到自己不能从软弱和试探里走出来等等 其实没有人是喜欢被问题困住的 人总是要表面上显得美好 想要看起来坚强有信心 事事顺利 什么都做得好 孩子听话 家人能够信主 或是人生没有什么大问题等等 一个情绪化的人 就是想 如果自己能有更多的理性 就不容易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引 也看起来更有自信 有些人则认为 内向的人看起来比较软弱 没有自信 但这些都不是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子 当我们越想要得到表面上的刚强时 反而会发现自己更是处在 有限、无能和灰心里面 就像从前以色列明的观景一样 事实上 很多时候 问题反而使我们更能明白神的旨意 进而发现 主才是我们唯一的力量 神照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且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有限 无论我们怎么想要叫自己刚强起来 靠自己的力量总是不能的 即使真做到了 也只是暂时的 所以 神不要我们认为 只有成为一个表面刚强的人 看起来很外向、很理性 就是刚强了 不是的 神让我们明白 并善用自己的软弱 好叫神在那软弱上成为我们的力量 为了叫神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先要意识到自己的罪性 然后转向天国的目的 我们要知道罪性是叫人一直关注自己的感受的 所以 我们需要依靠神的属性 来叫自己的心从自我转向爱神、爱人、爱神国度 就好像主耶稣也有感性和安静的时候 但他不是在体贴自己的感受 那是因为能够体感到那些困苦流离的人 主耶稣的安静也是为了静默在神面前祷告的 当我们得着这样的眼光时 我们会发现自己不但有能力调整自己的情绪 甚至能够善用自己的情绪去体恤别人的心 也将我们多安静在神面前 很多时候 我们总爱追求外表的刚强 却没有意识到神要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 这也是神之所以允许我们进到最软弱无能的观景了 好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其实是要造就人 使人在软弱中能学习转向神 因为唯有神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唯一的力量了 当然人的理性、感性、经历与意识都有限的 当我们在服侍和祝福人时 若一直看自己的软弱 认为自己是很内向的、很迟钝的、不太会说话的等等 我们又怎么能服侍和祝福别人呢? 神在耶利米书33章3节说 你求告我,我就应运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感谢主,这是神的应许了 当我们求告神 神会赐给我们祂的干强与力量 因为神是力量与干强 能够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 另外,要寻求神的力量与干强 我们先要衰微自己来求告神 不要一直觉得自己能或是不能 乃是继续让神来改变我们 其实,我们不用担心自己能不能改变 我们要担心的是自己的心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以致心仍旧被困住 不能拯救、造就与祝福神所爱的人 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不要单追求表面的干强 乃是借着我们的软弱的处境 衰微自己来寻求神的力量 叫我们在这末日的时代能够站立得住 以自己的软弱来显明神的干强与荣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